SIM卡卡針你就可以把這個硬碟盒打開啦 OK還有 OK盒子裡面還有幾本的說明書 然後一條Type-C到Type-C的連接線 OK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OK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就開箱完成啦 OK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我們就開箱完成這個硬碟盒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箱一下這個 便宜的M.2 Crucial P2的2T硬碟 好啦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啦 OK那我們 好啦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啦 那我們這個硬碟盒就開箱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這個 Crucial P2 2T的M.2 SSD硬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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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ie OK 这里就是我们的超级迷你的 OK 这里就是我们的超迷你的SSD啦 OK 这里我们的超迷你SSD OK 这里我们的超级迷你SSD 它写Made in MX MX是哪里呢? Mexico吗? Mexico吗? 是的 没错 Mexico 是的 没错 是Made in Mexico Mexico 是的 没错 是的 没错 是Made in Mexico 墨西哥 好啦 那我们就来想办法把我们的M.2 塞到我们的硬底盒里面 OK 所以我们就拿着我们的SIM卡卡针 然后我们就来戳一下这个盒子 哇塞 这个开 这超帅 呵 再来一次 好 那我们就 OK 那我们就拿着我们的SIM卡卡针 就来打开我们的硬碟盒 哇塞 那这超帅 这个开起来 这真的是真材实料 它的这个硬碟盒 整个都是金属机身 这真的是超级真材实料 我以为硬碟盒都是整个是塑胶的 结果它整个是 超级扎实金属 所以重量也是重了一些些啦 就是 有 有点 也有缺点 OK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盒子 OK 所以打开我们的盒子 OK 所以这个盒子 所以这个硬碟盒 那这个硬碟盒的 那这个硬碟盒的上盖 那这个硬碟盒的上盖还有附两片的散热 就是散热片就是可以让你的 SSD更快的散热 我也不知道到底效果如何因为我也 就是平常在电脑里面的M.2 也没有这散热的 它也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散热到底会 有没有影响它的效能 但是你如果长时间的传输 那个M.2真的是会 变得非常非常烫 所以有个 散热是还不错的东西啦 那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M.2插进去 插反 为什么妈似乎就是这样 这个玥匙 是不是有什么 现在让我们的M.2插入 我们在一段时间 那我们的M.1插入 一段时间 什么 是 这个 我 我 这个 然后面的螺丝就给它锁起来 然后面的螺丝就给它锁起来